国安局应该能掌握美军目前这么多艘航母舰队产生了一个战力间隙针对亚太地区 虽然尼米兹号前两天恢复战备 仍然有这么多的船舰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战力的间隙 这是一个问题 接着第二个2020年全球十大风险事件 我不晓得局里面有没有掌握 请简短的回答一下 谢谢委员 对于美军在太平洋的军力部署 我们大部分都有掌握 而且跟合作友方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对于十大风险的部分 我们请四处的 请简短回答一下 是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这十大风险尤其我们国家要关注的是亚太地区的风险评估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情 一个是台海的亚太地区整个战力失衡 东海的问题 北韩金正恩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 这一方面有没有做完整的评估跟府里面报告 这个部分我们分别的议题大概都是我们每天情说情言的重点 我想我不太希望听到的是一些原则上的回应 因为这些问题全民都很关注 影响的是国家安全 只要涉及机密 不需要在这里说 但是我要提醒国安局 你必须要很严密的掌控这些 都是联动式 对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 有很严重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 我在这边很正式的再提醒 希望你们能够做具体的评估 随时向高层反映 这才善尽你们的职责 谢谢委员 这个我们在美洲的国安周报跟美日的国安日报 都有在做这方面的分析 好谢谢 我会请我们本党的外交国防委员 适时的要求你们提供相关的资料 接着我第二个问题 有关勤收机制整合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包含柜局八个勤收单位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在收集整理研判运用这些 有没有完整的指挥链 我晓得有一个情工汇报 定期的交换意见 是不是真正能做得到 你们看一下目前我们所检讨出来的 情报收集机构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因为很直接的告诉各位 你们不是在情报收集整理运用这个指挥链上是协调关系是整合的关系 这些问题能不能面对他们来做具体的解决 我们主要是在情报统合协调方面做一个统合指导 那在具体的执行面方面 他们有他们的行政的指挥体系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我们来比照一下美国的情收整合 美国国家安全机制的组织架构 从国土安全这个部整个整合起来 所以他们有情报总监 这样子才把各不同系统的情报资料 有关国家安全的 有关国内国外的整合起来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组织结构 国安局你隶属在国家安全会议下面 你跟现有的国防部以及其他的情收机构 有没有指挥链上的整合 目前我知道是没有的 那么我很诚恳的建议 你们要向总统报告 必须尽快做有系统的整合 有指挥节度的整合 否则整个国家的情报另出多门 尤其现在整个国家在疫情感染之下 印太地区的战略 包含经济战略政治外交 有很严峻的一个发展 我们必须要做更好的情报收集整合 否则总统掌握的讯息是片段 是不完整 真正影响国家安全 所以请看一下这个问题 必须要做慎重的考量 好谢谢委员 东北亚甚至印太战略 整个的影响 对台湾百分之一百有严重影响 请做慎重的评估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吴思怀委员 来副局长跟各位官员请回